所以我講這個方法就是如何將你的能量和意志集中 我們打人很多時候意志都在這裡 放手上來一點點 線 面 割住腳底 說就行了 所以點 線 面 看 來 走吧 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能量出來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有時間就練 大人大人就練 集中一點 一個人戳出去練會很累的 正常 點 線 面 看 點 線 面 看 點 線 面 看 點 線 面 面 看 點 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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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面 面 點 面 看 點 就選 打我吧 慣了之後,打上來,上來就是了 把他拿出來 整個體這樣過來 我慢慢做給你看,如果一放上去便會拍彈 快點,走吧 刀手指,你看我 領上來怎行呢 嗯,你是不是 不是的,你上來的時間已經上來了 才有,才能放出去 嗯,也有些人,不要纏 你們這樣吧 首先來講,你們要練 這個練,你找到這個才是第二個 抓住,把人抓住手指 抓住手指,你氣息了 你不要推他 一邊長大 那就去他 千萬有東西阻礙你,不要推他 你的意願又入他的身體 打拳就是這樣起了 是能量推你手出來的,知道嗎 就不是手伸的 所以學到手伸 但這就是能量 打拳的時候就這樣 就來吧 不是的,請上來 看 請領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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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領下